还是要说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够实惠这个事 之前给大家找了好多好东西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个 生活当中应该说是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的 包括我 你喜欢吃的多饭 粉条 粉条你也喜欢吃 对啊 但是一直都有这个争议 你说这粉条是用胶做的 筋道啊什么的 有说这个颜色深的好 有说颜色浅的好 有说是塑料刷的 对啊 好多人说这塑料袋呢 这是 对 所以说我这弄的我也有点懵圈 那今天呢 咱这记者就带咱们去 见识见识真正的粉条 了解一下 粉条是我国的特色传统食品 无论是烹炒还是凉拌 总能得到大家伙的喜爱 不过最近几年 关于粉条的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让人不禁感叹 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粉条了 带着这些疑问 购食会小分队再次出发 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林仪市林树县 话说呀 在这个粉条产业发达的地方 能解答我们关于粉条的所有疑问 因为粉条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成品粉条经过干燥处理含水量低 内部有一些中空结构 能燃烧是它正常的化学属性 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既然粉条里没有明胶 也不是用塑料制成的 为什么还会出现耐煮和不耐煮的区别呢 专业人士告诉我们 这些和粉条的种类有关 成间的粉条就是有三种 一种就是红薯 还有一种就是木薯 还有就是木薯和玉米混合的粉条 玉米和木薯做的粉条它不耐煮 如果说太耐煮的就是木薯淀粉 它就会有的是鸡翅 鸡翅淀粉 而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粉制品中 地瓜粉条尤其得到大家的青睐 吃的最好的就是红薯粉条 红薯粉条 它因为它现在把红薯 属于健康 抗疫食品 所以说红薯粉条 它的口感也好 滑爽 口感也比较软 都是新女报 记者报道 看明白了 得吃地瓜的粉条 最健康 不过说实在的 放在这都长得一样 又细又长的 有什么粉片呢 对呀 明天跟大家说 对呀 对呀